小警察面对上司给的豪车盗窃案没有头绪 凑巧最近还发生了奸杀案 这使得小警察忙得不可开交 机缘巧合之下 小警察发现在奸杀案附近的豪车和之前被盗窃的车一模一样 小警察的案子终于有了进展 惊动了他和同事分享这一重大发现 拿出那张美女线索 而同事色咪咪放大 看着人家那个 同事说 这事儿调查起来大海捞针 并不愿意参与进来 于是他拜托同事和自己一起调查 在他的努力坚持之下 同事终于同意了 小警察按照线索 在豪车前面蹲守 终于逮到了 一看原来是开头的那个小偷 在逼问之下 小偷说自己改了行 重新做人了 经过一天男人的奔波 小警察回到警局 同事在监视器面前 也没有任何进展 不用问 看着家伙就是一个猪队友 看了一天 什么线索都没有找到 正在汽头上的小警察 无以听到重要线索 急忙接过电话 就来到了倒车地点 面前有一辆车不错 经过车牌号的对比 并不是同一辆 随着手电筒 那束光看去 那两人正在干啥呢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小姐妹的尸体被人发现 小警察来到现场 尸体被盖着 先看一看 女人死状惨烈 就连餐馆服务员都说 跟他来的那个男人 文质彬彬 很有礼貌的样子 根本想不到 他就是杀人凶手啊 现场那个猪队友 为了在女友面前展示一把 居然也把人家带到了现场 这一下可怕 小警察气得 嘴里没说一句好话 同时猪队友也带来了重要线索 豪车盗窃案 和奸杀案 必然有联系 丢失的车辆 在每次尖杀案前 都被改装出现在监控里 很快 小警察给秀娜打来电话 告诉他 小姐妹遇害的事情 他知道 此时的凶手就在身边 为了不打草惊蛇 他果断拒绝和警察见面 另一边 小警察来到汽修店 挨家挨户地 仔细询问近期改装的车辆 首尔每条街上 都会有汽修改装店 所有加起来有近千上万家 领导在拉屎的时候 都在打电话 痛骂他是一个傻子 态度坚定的小警察 坚决要用自己的方法 逆查到底 另一边 法医从小姐妹身上 提取到了蛇毒的毒素 虽然不是致死原因 小警察还是一下子 想到了秀娜 此时秀娜找来上一次的 卷毛小姐姐 免费为她 画一个新的纹身 卷毛小姐姐 也是义不容辞地都来了 看着装上那瓶蛇毒 还开心得不得了 纹身的时候的叫声 勾引的隔壁大爷 都坐不住了 透过窗帘 胸前的那朵百合花 闻得栩栩如生 秀娜交代完注意事项之后 卷毛小姐姐 感谢得不得了 小警察本着禁止的原则 在报纸上 看到了关于毒蛇的事情 她来到毒蛇出现的下水道前边 果然看到了蛇留下的蛇皮 并若有所思 她偷偷来到秀娜的纹身店 在桌子上 发现她的职业医师症 看着秀娜瓶瓶罐罐的纹身颜料 她拿走了那瓶寸取的蛇毒 还不小心发现 秀娜养的毒蛇 这更加引起了她的怀疑 她急忙来到警局 让同事帮忙鉴定里面的成分 同事还得知 秀娜小时候被强奸 被调查的事情 就在秀娜跟踪卷毛小姐姐 到男人住处的时候 小警察打来电话 要求立马见面 卷毛小姐姐来到男人的住处 男人一眼就发现 卷毛身上的新的纹身 心里立马就明白了 她立马拿出了红绳子 这次一定要玩得够刺激才行 男人在紧张的广播体操 卷毛手里的绳子越来越紧 画面越来越暴力 而男人对此也颇为享受 就在她实在忍不住的时候 拿出枕头下准备好的水果刀 狠狠捅向小姐姐 男人顺利拿下双杀 而秀娜和小警察见了面 两人在车里吐露真言 原来 在小警察上高中的时候 她经常尾随跟踪一个暗恋的对象 偶尔发现 还会有另外一个男人跟踪她 然后就发现 自己心爱的女孩被残忍杀害 为了找出真凶 她决定当警察找出真凶 看到卖惨的小警察 秀娜动静地说 当时被变态杀害的那个正是我的闺蜜 我那时候也是被变态抓住 拖到废弃工厂 就要准备那啥我的时候 还好我机灵 咬破舌头装自禁 让变态一下子没了兴趣 这才逃功一劫 都到这时候了 秀娜依然没有告诉小警察 凶手是谁 男人互诉感情之后 就各回各家了 回家的时候 秀娜又接到男人的电话 看来 卷毛小姐姐的刺杀 又失败了 来到男人的住处 发现死在浴缸里的卷毛 看着他胸前的那朵百合和冰冷的尸体 心中羞愧不已 趁着上厕所的时间 及时给小警察打去电话 还没等秀娜交代完具体地址 男人抢过手机 就丢进马桶 接到电话的小警察焦急万分 到处寻找着秀娜说的地方 经过了解 有三个小姐去了三个不同的旅馆 小警察来到一家旅馆停车场 看到秀娜的车 在门外一手拿枪一手开门 可接下来的一幕只能说 对不起打扰了 这边 秀娜开始了自己一系列的骚操作 她在给男人缝纹身的时候 把毒素夹在男人身上 然后趁着男人吃饭的时候 自己躲在卫生间 也给自己腿上纹了一个小蛇 这下 两个人身上都有了毒蛇的毒素 接下来的一场大战是免不了了 秀娜想要偷袭男人 却被男人一把抓住 轻蔑地说道 你就是几年前被自己放跑的那个女孩 既然当时跑掉了 那现在就给你爽一把 这时候 双方身上的毒素都没有发作 很快男人忍不住了 摁着秀娜就想大概一场 现在 万事俱备 现毒素纹身发作 这边 小警察的查找也没有着落 她只能一间一间的查询 第一次不是 第二次不是 就这样不停焦急地查找秀娜的下落 随着两人情绪高涨 秀娜腿上的那条蛇好像活的一般 在两腿之间不停地穿梭 两人此时都干红了眼睛 双方都死死掐住对方的脖子 秀娜趁机抓到地上的一根筷子 插在男人脖子上 危难之际 幸好小警察及时赶到 一枪就截过了男人 支过枪子后的男人并没有立即死去 嘴里还在颤颤巍巍地嘟囔着 小警察再也看不下去了 颤抖的手拿着枪就朝着男人脑袋砸去 秀娜就躲在旁边看着地下的男人 这下两个人的仇人死在了面前 大仇得报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纹身讲述了儿时 受到伤害无法说出的秀娜 像喜欢享受他人 受到伤害的杀人狂魔复仇的故事 色情的画面和悬疑的剧情相结合 复仇手法和杀人狂魔的设定 也十分新颖 好了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